我们一定要知道了 也一定要先再跟各位讲 因为后面如果你做出任何东西 你就会发生bug 那尽量我们写成是不要bug 你就会写得很快乐 方法就是说呢 未来有些叙述后面一定要有冒号 叙述的开始 比如说像那个逻辑的 后面会提到if else if 跟else 后面一定会有个冒号 然后呢用紧字号当成注解 这个我想应该慢慢要习惯 这个紧字号的开头 其实就是一个注解符号 那当然呢 另外如果说你遇到什么 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快速注解 比如说像很多行 我假设了 顺便教个诀窍 就是如果你今天呢 需要快速注解的话 那其实特别注意 如果假设我这几个用不到 比如说像x123 这些我用不到的话 正常是应该前面加个什么 加个几字号 不过你会发现 你可能要做好几次 才能够把这几行给注解 但如果你有很多行的话 比如说我希望 这几行全部都注解的话 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诀窍 你可以ctrl加斜线 ctrl加斜线 就是快速地把选取范围注解 那如果你要取消这个范围的注解 很简单 再加ctrl斜线 就取消注解 这招非常好用 写Java也是这样用 之前本来想Java可以这样用 那在这里是不是可以 发现居然一模一样 有没有 ctrl加斜线 这招还非常好用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记下 这些小诀窍 可是 当然你慢慢加紧之后也可以 可是很浪位时间 OK 如果你多行注解的话 记得选取某些行 然后再做什么 做ctrl加斜线就OK了 另外呢 Tab键记得缩牌 这个后面在逻辑里面 如果你没有加tab也不行 缩牌 这个一定要的 在Python里面这部分是必要的 然后呢 不用去宣告你的资料形态 它在run time的时候 就是你run它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掰顶了 OK 这个概念刚才有提过 其他像toy资源 这上礼拜讲过了 可能比较常用的是换行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一个自串换行 自串换行 那你就可以加一个什么 反斜线N 那如果你要这里面加什么 双引号或单引号的话 记得要这样的 其他比较常用 大概这一些 或者这样tab 大概其他比较少用 所以如果大家知道一下就OK 所以上礼拜 我们有做过拖曳式型的练习 另外其他的话 还有加减乘数 我想这些没有问题 person是求余数 这个也没有问题 那这边的话呢 有除除啦 这个除除是除完之后 留整数部分就好了 比如说呢你32除以5的话 那当然返还可能就 可能 除以5的话应该是6.4嘛 可是呢 它取整数 点4不用了 OK 除除就这个 不过这感觉好像有点什么 除完之后取整数用int也可以啊 就是再把它转成in 但是 有多一个啦 这个当然有时候我比较少用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有别的方法可以取代 OK 那刚刚有提到 这个是7的二次方 当然除了用这个方法 其实还有一个 一个 这个一个一个 一个方法叫POW POW 也是可以做那个 就是平方啦 不过方法蛮多的 这边记得就是 如果乘乘的话呢 就是平方 大家记一下 另外的话关系运算值 这个后面遇到 会用的比较多 等于 OK 这跟Java一样 不等于 不等于 大于小于 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特别注意 之前有同学问我说 这个等号是不是一定要摆后面 当然 规则就这样 你摆前面 当然就是不行 OK 所以这个关系 相等的话一定是两个等号 左边跟右边要相等 如果在VBA里面 大概有一个等号 不过规则不一样 大概记一下 你不要记错了就好了 那如果逻辑里面很NOT AND NOT的话是相反逻辑 AND的话是 左右两边逻辑 要都为True才是True 那偶的话呢 是左右两边 只要一个是True 那就会是True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逻辑啦 这个我想应该一般语言都有 在Excel里面也带有这个概念 大概知道一下 另外的话输入 我们如果要输入一些资料 做后续的判断的话 通常会用什么 用Input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在Python2.x 就是我们前面有讲过 2.7还有3.6 它那个Input的方法又不一样 之前还有一定要Row Input 不过这个Row Input 在3.x的版本已经被去掉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输入一些资料的话 那就Input来做 然后呢 就没有这个啦 OK 然后输入的话一律是自串 所以如果说你输入资料的话 它会先丢给变数里面就是自串 那如果你要做运算加减乘除的话 那你一定要把它转型 OK 大概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可能在一些细节部分 大家注意一下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像流程 说法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讲一下 在那个行程和语言都有流程控制 也不是只有Python If跟Fall的Loop Fall的Loop里面当然还有Wire 不过最常用的还是Fall 所以用来用去好像Fall比较简单一些 我自己个人觉得 那后面的话呢 这些都是必要的 如果你这两个不熟 以后你要在Python里面写东西 就会是一个大问题 OK 所以如何做逻辑判断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开始撰写 那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当然你要知道一下 if的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该怎么写 比如说我今天呢 假如说一重逻辑的话 if后面这两个不用 那一定是什么呢 你一个if后面一个逻辑判断 一个冒号这个一定要加 这个一定要加一个tab 然后呢把你要做什么输出到底下 OK 那这个大家比较抽象 我们举个实际的例子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呢我要撰写一个什么呢 撰写一个逻辑判断好了 所以请各位再按右键 新增一个module好了 这个module名称也许就是判断if好了 假如我这个if 然后判断什么呢 h年龄的部分 那比如说呢 我建立一个这个module 里面要做什么呢 当然我们可以用两重 假设我今天希望做两重的判断 比如说我今天也许 大家demo一下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不要做多重的这个逻辑 我大概就两重逻辑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就是假如他是你 我希望使用者可以 什么输入一个年龄 输入完之后呢 告诉我他是成年还是未成年 大概就这样一个比较简单 那所以我的逻辑 就是当他输入了资料呢 假如是小于18岁的话 那就是未成年 反之就是成年 因为最近有一则新闻 一直每天一直有 因为那个人他刚好满18岁 可是却到美国就有枪支 ok 然后我看到那个新闻 不是新闻 那一个转文说 他妈妈跟他讲说 18岁以前我不管你 18岁以后呢 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真的他刚好满18岁 真的就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捅了非常大的楼子 到现在不知道 好像连续去一样 我要连到毛里了 听说好像收出1600发子弹 哇吓死人 他到底要干嘛 好那我想到跟正 正 我们重点就是判断成 所以哦 第一个呢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输出 特别需要知情好了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请输入年龄 我跟他互动一下 那我这个时候 假如说刚好输入17岁的话 他enter未成年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再执行一次 输入18岁的话 他就会什么 输入成年呢 也就是说呢 这个逻辑啊 特别需要 那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是两重逻辑 我想用到最多的 第一个呢 你就是在这边输入一个edge edge等于什么呢 这个地方请各位输入什么 input 后面加到一个叙述 那我刚刚有提到哦 如果你希望让别人从外部 输入一些资料的话 你就那边打input 然后呢 里面呢 加上一个字串 请输入年龄 不过我刚刚有提到一点 就是说 input 在那个2点差的版本 他回来是数字 可是3点差 因为我们现在说3点差 他回来的就是一个字串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把这个字串 假设我刚刚输入18 对不对 那他会帮我把什么呢 这个资料呢 转成这样的18 是一个字串 那这个18呢 如果你拿到这边来判断的话 特别是说 这边有个比较 有没有 小于大于等于等等的 后面是一个数字 你这个数字跟一个字串 他是无法比较的 除非呢 你要把它怎么样 转型 转成什么 转成数字之后 OK 所以这边之后 如果他输入18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有一种做法 在这里输入一个INT 钱瓜糊 有没有 他输入完之后呢 我就把它转换成什么了 原来的 他输入18 然后呢 本来input 它过来是这样子 18 然后呢 我加上INT之后呢 它就变成18了 那这个18呢 如果把它丢给H的话 那H里面呢 就是INT了 不然如果你没有转的话 它放进来 就是一个字串 OK 形态哦 这个蛮重要的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做一个if 逻辑判断在这里 if H 假如小于18 后面记得加一个冒号 这个冒号不加不行 一定要加 再来ENTER之后的话呢 请你在这边 一定要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TAB TAB 这个很重要 如果没有按TAB 那你也不能按 我记得好像也不能按空白键 有些同学说 老师这样空白键可不可以 我是没试过 因为我从来我也没想过说 按空白键 因为我同学看到 这里好像有空白 要按空白 空白到底可不可以 我也没试 我试一下空白 四个嘛 这样可不可以 执行 18 ENTER 好像也可以 OK 所以 这个TAB 17 所以按空白可以 但 为什么 我之前 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其实很多同学问我的问题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说 可不可以 因为我只会用TAB 标准是按TAB 不过这里看起来 好像按四个空白也可以 但是问题 你按一个TAB就好 你干嘛按四个空白 对不对 说我这样比较有感觉吧 对不对 写程式一直按一直按这样子 反正没关系 写得出来正确就好了 管你怎么写 其实我觉得写程式要一种 一种FU 那个FU如果建立起来 你会喜欢写程式那种感觉 OK 也是用挑战 好 那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两重逻辑 加上input 部分 加转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OK 那这部分的话 就两重逻辑 它就是用H 去判断如果小于18的话 那就是未成年 那反之呢 底下就打一个else 冒号 else冒号就是 除此之外 那就是 quinter出来 那就是成年 反之就是成年 那底下如果说 我今天要做个多重判断 当然还不止这样 成年里面呢 可能还可以区分成很多种 比如说它是青年 它是壮年 它是老年的话 那这时候当然呢 你就会有多重判断的需求 可是要怎么样做多重判断 待会再来看 那理论上 其实你不管学习任何的程式语言 这些都是相通的 OK 都是相通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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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